我們討論了小米,昨天出了一條數 全年盈利是跌5%的 不過如果用非國際會計準則去計算 計算第四位,正要升了3.9%左右 說比市場的預期好 還有那個焦點,剛才也說回購100億 你覺得這個100億的回購金價又值不值得憧憬呢? 就是小米今天入場,又看了一條數 你又覺得值不值得考慮呢? 我覺得小米,其實大家應該沒有太多人去買小米 我聽回來,很多人都想投入小米 這一輪很多人都想投入了,投入了 我覺得如果做投入的朋友,可能要先等等 不要再那麼手送,誒,誒,誒,上來投入它 因為正正就是回購的一件事,也會有一點點力 因為我想近來,剛才我開催也說了 回購股,那今天的表現是怎樣的 小米100億的,那你說以前也試過買購金啦 結果就炸回來了,那但是 以往的買購金就在20元上的 似乎那個股值可能比較高一些 那也不是,這次的,現在不是,15元而已 就是現在U出來可能15元而已 其實是便宜了很多的,那還有 就是大家留意一下,一出買購金這些消息 我相信呢,就是除了你說買上去導力之外 我相信沽的那些人都會害怕,有會少許欠的 因為我明知道你公司在做買購金 我沒理由在這位同利益硬拼的 人家有100億,你有沒有100億同利益硬拼下去呢? 那變了,沽下去導力呢,都可能會減少 那也都是會令到局價更容易浮上來 所以我覺得做膽的朋友要小心一點 至於你說做好倉的,拼不拼上去的 那我覺得這些真是見仁見智了 小米我就真的沒什麼興趣了 因為始終都是,我當它低端的手機股 那又不高了,那還有它有很多 我以往呢,你說它有造車啊,造這個那樣 在這個市況很正的時候,就什麼都是好的 那但是市況很差,你搞這麼多東西 就別人會說你不武正業的了 那我覺得你說小米這些位置呢 我就,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買的 你跟個細去炒,短炒就OK了 但是我自己就盡量都不搞了 嗯,就是有其他更好選擇了 在唐流的心中 是啦 我會想買的 唐流的心中